中国佛教会举办佛陀圣诞御佛 即点灯祈福法会 透过镜头带您来参与 大高雄佛教会为了纪念绝者降临世间 特别在阿联光德寺举办佛历2559年 民国104年度的佛诞御佛法会 当天参加的珠山长老 寺院僧众护法居士约记有千人 活动一开始 先由志工引导信仲制作莲花灯 接着由珠山长老 恭送金刚金 祈愿国运昌龙和家平安 今天新蓬余 如同我们刚才那种长老说的 2559年的佛诞士 我们大家 移动在庆怀堡 不时来 在家庭来 公司来 市政务来 大家轻轻地用这个活水 你不要看这小动作 凭这个动作 由家里公司 市政务来 这一连串的动作行为 就过程里成活有余了 为什么 在佛华经里说 说若人 以散乱的心 一撑南无口 皆共成活道 念出独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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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以清净的智慧水灌木庄严佛身 并且在庆祝佛诞的蛋糕点上蜡烛后 共同切下蛋糕 护法居士 则以恭敬心献上食供养 祝贺佛陀2559岁生日 最后 活动在玉佛摩采及三规一的歌声中 完成了庆祝仪式 法界新闻 蔡孟章 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道